佛祖的,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呢,他们相当于是气氛组统的地方。 好的,那我们两个方面来介绍这幅似非天的独特之处。 在以往,早期到圣唐几百年的时间里,非天故地的位置一般是在墙顶和堪顶交接处,也就是在这个位置。 他们排成一排,或者是向洞窟的门口飞,或者是向主尊佛的方向飞。 那这里呢,我们看到,他在主尊的华盖的正上方,所以他打破了湖顶位置的限制。 而且他们所说的比例也相对降大了,这叫做打破湖顶位置的限制。 那第二个方面呢,他们也打破了湖顶身体姿态的限制。 是以往排成一排的飞天。 基本上是V字形或者是L字形,排成一排飞的。 那这里呢,华盖正上方,两个飞天。 您可以看到啊,他们完全对称。 一手下滑,一手接引。 反正说后面那位,你快点赶上来啊。 然后后面这位呢,就一腿全去,一腿蹬出,赶上来。 而且你注意他们的双臂张开啊。 我现在点击出来。 你说的是她当时更变得一体的位置。 我先看她的雨顶尾? 我现在把雨顶尾有点大的。 她有点快速冲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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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。